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發展 確診者、密切接觸者以及照顧者 該請什麼價最划算以及有什麼補助可以領取呢? 外邊會在這一集和大家詳細說明 首先我們來進行身份的分類 第一確診者 第二居隔者 第三照顧者 如果你是確診者 無論你是在家照護或入住家常版的集中檢疫所 防禦旅館或醫院的勞工 你可以請的假有三種 普通商病假、特休以及試假 那目前確診者的隔離天數是7天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在至少7天無法工作的情況下 針對確診者 勞動部在5月5號發布解釋令 讓確診病假也可以病入住院商病假的計算 也就是放寬了勞保普通商病給付的標準 可以從何時開始領呢? 普通商病假的給付是從不能工作的第4天開始 我們可以上勞保局網站試算商病給付金額 最高可以領到3053元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的官員表示 如果勞工請的是特別休假、工商病假 他一樣是屬於未取的原有薪資 因此也是可以領取普通商病假的給付喔 確診者要注意自己有這樣的勞動權利 接下來第二種人是居隔者 目前密切接觸者的定義 主要是以同住親友 以及住宿、從寢室的室友為主 前三天屬於居家隔離 勞工可以請防疫隔離假 因為未強制雇主要給薪水 如果勞工沒有領到薪水 就可以來申請防疫補助 而後面的四天屬於自主防疫 快三陰性之後 佩戴口罩就可以外出工作 如果在自主防疫期間身體不適 我們一樣可以依照個別的情況 來請普通商病假、特休假或試假 至於前三天的防疫隔離假 可以申請防疫補助金額 是每個人每天新台幣1000元 實際上可以領的天數 是依照隔離或檢疫通知單 而且還必須扣除掉 雇主有支付你薪水的天數 像是國定假日、週休二日 這些都是勞基法規定的 休息日或曆假日 雇主依法就會給你薪水 不算請假 因此這幾天都必須要扣除 第三種是屬於為了照顧 生活不能自理、受隔離家屬的勞工 像是我們的受照顧者 如果是學生 因為未滿12歲 就讀於國小或就讀於 國中、高中、五專 前三年的身心障礙者 這些都算是受照顧者 而前三天 一樣屬於居家隔離 老公可以請防疫隔離假 同樣的為強制雇主給薪 如果沒有領到薪水 一樣可以領取防疫補助 而後四天屬於自主防疫 如果人有照顧的需求 老公一樣可以請防疫照顧假 家庭照顧假 特別休假 而防疫補助的請領原則 和剛剛提到的居隔者 是一樣的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照顧者 原先就沒有工作 那就不能申請喔 像是家庭主婦、家庭主婦 以及學生 就不符合申請的資格 確診者也沒有喔 別忘了確診者 是領取勞保的普通商品給付 補充說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宣布自5月17日起 確診者的同屬家人 若已完成3劑疫苗接種 除了原案的3家4居家隔離政策之外 也可以選擇免居家隔離 改為7天自主防疫 但未接種滿3劑疫苗 以及國高中生 則不適用 以上資訊 感謝勞動部幾位福部提供 疫情期間 大家要勤洗手 戴好口罩喔 我們下次見